哇塗塞沒聲音 真的假的 你關掉再打開看有沒有聲音 完全沒聲音 開箱完之後直接就開始用 用了之後我發現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問題真的很不可以 這是盲測 盲測所以我要這樣開 不是啦 差不多每年的結婚兩個孩子 不是喔 我有做功課 我們今天要告訴人家 可是其實AirPods發行很久了 其實大家很多都知道 它還有一些很不錯的功能 今天就讓你老公來教你 在美國Costco買 我們賣多少錢啊 139.99 就140塊美金 4000多左右 現在好像網路上很多也賣4000多塊了 真的喔所以沒有比較便宜 對差不多了 不過它全球保固啦 所以沒差啦 可是我們先對它有個期許 我們常常剪片 然後常常用一般的藍牙耳機都會遇到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它跟它沒有同步 它會可能慢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就有藍牙耳機 那一直覺得這樣戴著剪片很方便 可是我發現它跟它的音頻是對不上的 對 因為我們那個藍牙可能用了比較久了啦 技術也比較不好 對 希望這一個耳機可以 好 那我來開 好 好啦開了 開了 將將 這個說明書 哇好厚喔 對啊 超級好 打開這麼小喔 欸 比我想像中的小欸 對啊 它其實只有這樣欸 對啊 超小的欸 這樣而已欸 我覺得稍微大一點欸 對啊 蠻小的欸 它比我想像中的小 等一下 那有人咳嗽喝啤酒的 蛤 它有一點非常厲害 什麼厲害 就是它對手機非常的聰明 來 真的喔 我先把你手機拿出來 第一個步驟就是現在要把藍牙一定要記得打開 藍牙我一直都沒關吧 藍牙你一直都沒關喔 對 我一直都沒關 打開它就自動偵測到 你說我這樣打開它就偵測到 怎麼可能 你拿起來 拿起來 它已經亮燈了 欸 有沒有沒有沒有看到畫面 有有有 解鎖來連線 好 你要按連線這兩個字 連線 它就連線中 它馬上就顯示出你的耳機剩82%你的主機 你蓋起來所以沒辦法顯示 剛剛有寫 對 剛才你可能關起來就沒寫 反正它就是會顯示這兩個的電量啦 聽說充一次啊 可以聽五個小時 還蠻久的 所以我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 這個要充電 這個也要充電 這原理是什麼 這個原理就是說 你把它放在裡面 它就會充電 然後 放在這裡面 它用它的電充它 沒錯 就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 它沒電了 我要插在這裡面 再把它插進去 對 就是跟我之前 買那個藍牙耳機一樣 它本身就是一個充電器 你看 這樣它就感應到它的電力 然後我們先來試看看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欸 我覺得 我按完成 我從以前它剛出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不美觀 我放到我耳朵裡的時候 咚了一聲 這樣咚 完美的咚 它有一點很厲害啦 它其實兩邊 兩支都有麥克風 就是 哪裡 坐這裡嗎 對 這一支前面也有麥克風 另外一支也有 它以你先放到耳朵那一耳 為準 現在是你的 左耳有麥克風 這一支便沒有 因為你先放那一支 所以它蠻酷的 好啦 我教你一些功能 你戴著 我先聽聽看音樂 欸 你的耳朵真的很像 而是蚯蚓 對啊 它很像金針菇對不對 可是我一開始 是不是戴起來很不美 對 可是我一開始也覺得不美 可是後來好多人戴 這種東西就是越來越多人戴 你就會覺得有跟上潮流 來 聽聽看 跟你的原始的Apple 其實你覺得聽起來感覺怎麼樣 有 有聲音 廢話 啊 音質咧 OK 好 可以了可以 我調一下音量 我跟你講它的音量怎麼 這一代啊 很好玩的是 你沒辦法透過耳機去調音量 你只能呼叫 等一下你聽我講嗎 留下我 與 懷疑的徘徊 我在講 走它 好 聽我講 你不要 我要走了 你自己選 哈哈哈哈 好 你等一下這樣 你不要做功課 做那麼久 你先不要走 你先不要走 好好好 我戴起來就想要 就哼個兩句 我先教你嘛 他剛剛唱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聽不到你的聲音 而且我音量只有調一半而已 好 我先 我剛剛戴進去的時候 他又啾了一聲 對 我先跟你講 你先兩支戴起來 現在先播歌 播 先播歌 不要太大聲 聽得到我講話 先不要太大聲 你拿下來它就停播 拿上去它就去播 這樣就停止播 真的耶 你再放上去 它又繼續開始 有沒有 欸 這功能 不方便 為什麼不方便 因為這樣以後 如果我小孩在吵架 我耳機戴起來 我會說我聽不見你們講話 我就不容呼嚨他們 他們只要把我耳機拿下 他們聰明的耶 他會從我暫停的地方開始 我是不是真的博學多聞 你剛剛上網爬聞了吧 等一下 那我看YouTube影片也可以嗎 等一下 你先聽我講 你先聽我把功能解釋完 那你 你現在帶回去它會開始播 齁 有沒有 又開始播 對 它就在這邊自己放 你兩支一起拿下來 它就再也不播了 你試看看 喔 所以拿一支是暫停 拿兩支是完全停止 對對對 沒錯 蠻厲害的耶 對 你看你兩支暫停 欸 有沒有 有沒有 那你 它就停止了 你帶回去它也不會再播了 這是一個它 一個小巧思的設計 不過它有一個麻煩是說 真的耶 你看通常比如說你的手機 離你很遠 你覺得音樂太大聲怎麼辦 對啊怎麼辦 怎麼辦 這是詬病嗎 應該還是可以調吧 不是 不行 不行嗎 你滑到那一支爛掉也不行 教你一個方法 先呼叫Siri 要講 不是啦 欸你這樣曬在它 這樣嗎 不是你戴在耳朵 你會不會覺得它 要變大就這樣 你甩一甩它會不會容易掉 不會是不是 不會還好 還好你真的不是因為 因為你買了心虛 不是 你甩甩看 我不是 好好可以了 我在教你 我在教你 你先露出你一邊的耳朵 好 好我跟你講 先呼叫Siri 你才能調大小聲 我跟他講喔 對沒錯 你就點你的這邊 我要怎麼點 點兩下 Siri是不是出來了 有沒有 好你就要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有沒有 他就把音量調高 有喔他寫我已經調高音量 對所以他變成說 你一定要呼叫Siri 他才會 能調大小聲 那這樣子 還蠻聰明 所以我要小聲一點 就跟他說小聲一點 他就會調小聲一點 對用Siri 可是這樣很蠢阿 哪裡哪裡好 就是他應該要像我剛剛講的那樣對不對 萬一你在 對啊你看 就是這樣 就是跟他keep in touch的時候 你知道嗎 對啊 然後你想想看你在公車上的時候 對啊 我剛剛就在想這件事 大聲一點小聲一點 所以 那我只能說Siri Siri這樣 所以我覺得下一代應該會 要觸摸 對要好一點 要有點觸摸 觸摸 欸如果可以觸摸 就感覺很科技耶 就是很像那個 我們看那種 就是那種 那個特務片 不是都會帶那種 好了他功能沒了就這樣 就這樣 那接電話什麼的咧 啊接電話一樣啊 點兩下就接啊 就這樣 對啊點兩下就接啊 他就接 那他可以做點兩下接 為什麼不能做點三下變大聲之類的 啊因為 他這樣才能出二代啊 不然呢 騙你這種人來花老公的錢的 你看 是不是 蠻厲害的 好 那現在還有一個很好玩的 你的Watch裡面有沒有放音樂 沒有 我的Watch 你的iWatch裡面有放音樂嗎 我的iWatch裡面就KKBOX啊 所以跟手機是一樣的 對啊 他裡面只有放離線音樂 只有放離線 好 他現在啊你可以拿出你的iWatch 嗯 然後很聰明的也跟他做連線 用iWatch直接播客 他就不跟手機做連線 真的啦 你試一下 所以我也可以跟我手錶講說 Siri大聲一點他也聽得見 理論上是 你試試看 這個女生喔都不做功課 每次我新的東西都是我幫他研究 來來 來來 好 你的 iWatch 出現了對不對 對 那首先我們現在要把控制權 拿回來 按這一個 然後有沒有 有有有 他這邊就直接就可以切換你的AirPods 所以現在你的控制權 就變成說是你的耳機 跟你的Watch 做連線的動作 你可以播你的離線KKBOX試看看 哦 對 離線歌單 嗯 沒有離線歌單 因為你的裡面沒有原本的歌 所以你現在是又用它去控制了它 又回到耳朵 不過這很複雜啦 這不重要 反正重點就是他能播歌 然後可以切來切去 看你要連它還是要連它 嗯 蠻厲害的 好蠻厲害的對不對 不過裡面有資料過 所以他也是可以播就是裡面的 除了我的台 好 好可以了夠了 最後一個我跟你講 你的Matebook 的最上面 我們選這一個 可不可以不要再唱了 我假裝過 才發現 現在 也見不到 我在設定東西 他媽的 我安靜一點 就這樣 失去你的微笑 好 我教你啦 你到時候又不會 你先聽我講 你先聽我講 我再聽了 快點啦快點快點 第一步 因為 這個就要連藍牙了 嗯 這個如果Matebook 它就沒那麼聰明啦 你就要用連線的 有沒有 這邊就是出現AirPods 你就按連線 按連線之後呢 一樣 你就會發現 喔 有沒有 它斷了 我的手機斷了 對它就 好我們來看妞妞TV好了 到底是妞妞TV 歡迎收看妞妞TV 我是妞妞 好 我今天要看一下的是這個 好 那所以現在 所以它會同步了 會同步嗎 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同步 這很重要耶 有些比較低階藍牙耳機啊 或舊的技術是不同步的 那請問一下 周太太 你目前的感覺是同步的嗎 目前是 真的同步 對目前是同步的 完全沒有lag 沒有沒有lag 是同步的 好 你看好可愛喔 對是同步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啦 什麼 就是如果剪片的時候 對對對剪片 超級重要 剪片的時候它會不會同步 最害怕就是 它沒辦法通 對 看影片是沒問題 那我們現在再把它連回去 哇塞賽 沒聲音 真的還假的 你關掉再打開 看有沒有聲音 完全沒聲音 欸有有聲音了 有聲音了嗎 有有有 現在premiere已經打開了 我們來試看看影音 有沒有同步 好我要看一下 看好不好解 你幹嘛偷看你老公啊 有同步嗎 有 目前有 目前有齁 目前有 我再看一段 最主要是 就是它藍牙感覺上 它都是用一陣子之後 它就開始不對 對 就是一開始不會 嗯 好啦我們最近終於買到 對的東西了 喔 最近只買到錯的東西 我們之前其實就 因為其實我之前 就有跟老爸講過這個問題 就跟他說我覺得 我需要一個無線的耳機 這樣剪片起來 我覺得還不錯 蠻方便的 他就有買了一個給我 可是我們就發現說 欸它運動聽音樂可以 然後講電話也可以 可是就剪片就不行 可是那對我來講 就是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啊 你知道我花多少錢 買你這些設備嗎 我們先來講一個 哪一個 蘋果設計最爛的東西 是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是滑鼠 喔那個滑鼠喔 在公司是不是 不是我去拿一下給大家看 滑鼠現在我已經不用了 我都放在我的抽屜裡 因為它真的很辣 在這裡 來 說一下這個滑鼠有多爛好了 我一開始其實是用它 對 它很炫啊 我們剛開始剪片的時候 就是用它陪伴我 剛開始剪片的初學 它很薄 很小 它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因為它很薄 它是完全不符合人體工學 對 它拿起來是很奇怪的 手的姿勢 對 因為我們剛才 其實我們剪片其實真的很大量時間 會用到它 對 大概用沒多久 我就跟他說我的手會痛 當然它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兩指三指 其實它都可以 就是都可以感應到 可是就是它真的不符合人體工學 它就是漂亮 我記得大概 應該在三四個月前吧 蔡林就跟我講說它的手快要斷掉 真的不行 對 因為它是這樣子 就是它動的方式是很詭異的 所以之後我們就換了一個滑鼠 對 然後這隻滑鼠也是很好滑鼠 這隻是MX Master 白色的 然後這一個就是真的 比較符合人體工學 對 就是使用它這個滑鼠之後 手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它還是有些BUG 我記得這隻也快要三千塊 它好像在網路上說好像蠻容易壞掉 就是人家說這個滑鼠中間真的很好 算了 沛沛沛不要亂講 因為它其實目前來講都沒有壞 還是不要亂講 然後突然一講完 當然它就壞了 就不要亂講 對啊 然後今天的AirPods在這裡 其實還不錯啦 整個質感是很好的 它的充電的部分 一樣是我愛挺接頭的 所以 一日蘋果 終身蘋果 你逃也逃不掉 可是我覺得它應該 下一代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有這個功能 就是尋找我的耳機 它有尋找我的耳機的功能 有嗎 就跟尋找我的iPhone一樣 因為它本身沒有GPS 所以它會記錄 比如說 好 你真的忘了在哪 最後一次在哪裡 對 最後一次在哪裡 跟手機連線 所以它本身有這個功能 可是AirPods最大的缺點 就是它被人家拿走 就是拿走了 對啊 它很麻煩啦 就是你光要買它的外盒 或是其中一隻耳機 聽說 都是很麻煩的 對 不過整體來講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買這個給你嗎 因為我很煩 不是 因為你愛我 不是 因為你現在 你不愛我 不是啦 因為你跟白雪公主一樣的造型 所以你需要一個蘋果 好啦 掰掰啦 我們走了 挖一個那麼大的洞給我跳 好啦 今天的影片結束了 趕快跟大家說再見 你要聽我唱歌嗎 不要啦 趕快要結束了 你知道現在幾點嗎 已經快要12點了 現在11點28 欸這是我們今天拍 深夜開箱最早一次欸 對啊 對啊 沒看我們今天還很清醒 好啦 今天跟大家分享 AirPods的一些小功能 它沒有很炫技啦 其實就是一些很實用的功能 可是唯一真的就是大小聲 的部分 如果能夠方便 稍微比較不人性一點 不會它很 等它出下一代的時候 這些功能就會完全進 對啊 就是要 它也許就會跟我講的一樣 這樣就會變大聲 欸 可是我還是很care 我試戴看看它到底 它不會掉啊 會不會掉 請我戴一下 這是這隻嗎 對啊 欸 真的不會掉欸 戴起來比想像中心欸 就是 我以為看起來很重 可是你放上去 我覺得很輕欸 你真的是怎麼話要講出來欸 不是欸 真的欸 你感覺不到 因為這隻才是幼兒啊 是沒錯 可是 它掛在我這邊的時候 真的感覺很輕啊 欸 我今天戴起來好好笑 那我戴錯了 可是它戴真的就是你 不會感覺到 不對吧 我覺得我剛才那樣戴才對啊 反正是R 就是L 好啦 今天影片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一點準時發布影片 我們 我們明天見 掰掰 goodbye 這個人現在心情很不好 因為 我先跟大家講就是 我們剛剛 開箱完之後 直接就開始用 用了之後 我發現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問題真的很不可以 就是我的滑鼠也是藍牙的 它同時連到我的電腦的時候 是有問題的 對 兩個會相衝 對 它會相衝 我會沒有辦法使用我的滑鼠 對 我剛才在網路上找了資料 它說這個問題好像 比較難解決 如果知道的人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對 我希望有人能夠幫我們 救救腦殘人 對 對 不然的話 其實這個AirPods 就不能拿來修片了 真的很可惜 這就失去我原本 最初想要買它最重要的意義 當然啦 如果你沒有那種 藍牙滑鼠 要連電腦的問題的話 單純只有AirPods 連手機是沒有問題的 對 因為我之前滑鼠 然後這邊擦耳機孔 是沒什麼問題 這樣真的很蠢耶 因為蘋果電腦就是要配藍牙滑鼠啊 如果你還是一樣 配有一個發射器的那種 那你還要帶著發射器 或者你的電腦旁邊 就是變成是一樣的意思 對啊 所以 有人會解決嘛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希望不要有人留言跟我說 你可以跟你老公一樣 不要用滑鼠就好 我切決聽到這種留言 我是不用滑鼠 好啦 掰掰 拜拜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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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